不知道该选择哪款计算器,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。 在做出决定之前,您可以考虑以下因素。 B. 课程要求。 首先,您需要考虑将来或已经选修的大学课程。 某些课程可能只需要基本的统计学研究方法或一些基本数学知识, 而不需要高级数学,例如社会科学和健康科学等课程。 在这种情况下,选择功能较少的型号如FX570MS通常就足够了。 如果选修一些课程,通常甚至不涉及任何数学技能, 如文学语言与人文学科、艺术与创意领域和法律等课程。 那我们可以先查阅项目结构或专业结构, 如果确认没有数学或相关课程,就不必浪费钱去买计算器。 相反的,如果选修一些与数学或相关课程, 在选择型号前,可先参考校方提供的项目结构或专业结构列表。 如果您的课程涉及到线性怠数和统计学等较高级的数学领域, 那么FX570EX型号可能更合适。 这些型号不仅功能丰富, 而且在处理复杂的计算时可以节省时间。 但,如果课程列表以微积分居多, 那么可先考量接下来的因素再做决定。 2. 预算 预算是一个现实因素。 如果您的预算有限,可以选择适合您的型号。 但如果预算不是问题, 那么可以考虑购买FX570EX型号。 这也是多数高数相关教师会推荐的型号, 因为它具有更多的功能, 且是别的型号没有的,像是四阶矩阵、工作表、逆阵态分布的。 但是,请注意,功能越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, 因为有些功能指不定也用不上。 像是,如果课程以微积分居多, 那FX570EX型号已是相当够用了。 原因是,微积分在很多时候会扯上未知数和变量, 而导致计算器在之面前如同摆设。 所以,有时候,不是功能多就好,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。 三,用户友好性。 FX570EX型号就不是很友好。 像是,它对括号的使用有很高的要求, 只要一个不小心遗漏或错放一个括号, 那就完了。 所以,在选择型号时, 也该了解每个型号的用户界面和操作方法。 某些型号可能具有更直观的界面, 更易于使用。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, 以同样的学题, 不同型号计算器会有什么区别。 首先, 以最常见的查找平均值和标准差位力。 我们可以看到, FX570MS型号步骤相对繁杂, 而FX570EX型号使用起来就容易多了。 再来看看线性回归。 再来看看线性回归。 如果想更加了解某型号计算器的功能, 可以点击影片说明里的链接。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, 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需求和预算的型号。 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。 感谢收看, 愿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拜拜。 拜拜。